不过除了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北平市的其他地区 中共的军队已经陆续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机关 军管的禁言令实行是越来的越严格 人数在300人左右的一支中共部队 今年凌晨高唱的军歌通过了天安门广场 这已经是中共连续第二天在北平街道上展示武力 用意显然是在恐吓学生 人民日报今天也证实 北平的国际机场火车站和运输单位等十几个重要机关 目前都已经由中共军队接管 面对着种种不利的情势 示威学生们今天仍然没有撤退的意思 他们并且在下午安排了歌舞表演给小朋友们欣赏 因为今天在中国大陆是儿童节 对于中共一再报道学生运动出现分裂局面的消息 学生们则是断然的否认 特别是有200多位南京的大学生 今天还特地赶往北平支援学生运动 中共当局今天也不甘示弱的 在怀柔跟大兴一带发动了三起反制示威的游行 总共动员了3000名的农人工人和学生 对中共的建议政策表示支持 但是参加的人无精打采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被强迫参加的 甚至有传言说 他们每个人接受了中共的100块钱人民币 中共当局今天在集会中也焚烧了著名的人权斗瘁方立志的像 但也没有得到群众的热烈反应 反示威力弄最后草草收场 方立志本人在知道了中共焚烧他的人像之后 只是一笑置之 此外人民日报之前也特别提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时候 刻意地漏掉了总书记赵紫阳的名字 明确显示赵紫阳已经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不过也有许多报道指出 中共高干并不支持政治局的这个决定 因此强硬派的胜利可能只是暂时的 此外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74名华裔人员 由于对于北平的爆炸性潜在危机感到十分忧虑 今天也联名请求秘书长裴瑞斯 呼吁中共做最大的自我克制 不过裴瑞斯目前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不过裴瑞斯目前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